日前,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斗云吴奇龙与刘诗诗出没机场的照片 两人继上个月的日本执行后,这一次又去新西兰旅游了 早在2016年两人婚前的婚纱照就是在新西兰拍摄 这次重返新西兰是故地重游,可谓又是一场浪漫的旅行 28号下午,有网友又发了斗云吴奇龙夫妇的照片 两人现身新西兰南部城市因普塔吉尔,吴奇龙和刘诗诗两人 金身着厚重的外套在海上钓鱼 照片中,刘诗诗开心地在炫耀自己钓鱼的成果 而吴奇龙则是稳重地站在刘诗诗身后,认真垂钓 更厉害的是,两人手里捧着比刘诗诗脸还大的新西兰黑豹一起合影 可以说是收获满满,这个豹鱼真的太巨型了 夫妇一同亲自跟船去捉鲍鱼 可见吴奇龙刘诗诗两人也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情趣 虽然静叹吴奇龙的脸略显疲惫和苍老 不过能这样和老婆一起在南半球休闲度假 内心必定是欢喜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